李哥 你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 干娘说的是真的吗 那还有假呀 看着我 不是你泼的吗 李哥 你说什么呢 那老太太是你干娘 我就是一个保姆 我巴起她还来不及呢 再说 我跟她又没仇 我拿给我这儿泼的干什么呀 那你是不是喝酒了 我 我怎么会喝酒呢 我刚才在厨房 不小心把酒瓶子给碰倒了 所以才有酒味 你 不信你们 行了 行了 我告诉你啊 一句话 你不准歧视老人家 知道不 李哥 那是肯定的 我就是一个保姆 我身份地位都比她低 我怎么敢歧视她呀 我给她倒果汁 还倒出毛病来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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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婆就没婆吧 哪来那么多废话 那你冤枉我 我 我还不能解释一下呀 告诉你啊 这是桑红花 给你嫂子熬中药的时候 把它放进去 拿着 你嫂子呢 我是个保姆 不是侦探 也不是保镖 好 扔了吧 扔了吧 啊 都不吝了 走吧 看到了 走吧 milieu 干娘 干娘 这到底怎么回事 没 没怎么回事 那你脸上这果汁是 干娘 是不是金兰故意往你脸上泼的 没 得说到哪去了 我们您来处得挺好的 挺好的 干娘 您要是有什么委屈 您可得跟我说呀 听见没有 我能有什么委屈呀 吃的住的 天堂了 我愣还乐不过来 哪有委屈 没有 没有 你 你今天下班怎么那么早呢 我是专程给倩倩送药回来的 去了几家大医院 专家也都说了 倩倩没什么大毛病 就是着了点凉 那什么 别老给他喝那些苦水 多带他上几家日院查查 是 等我忙完这段以后 我带他到上海北京再去看看 走 咱娘俩上外头说去 好 坐那说话 把衣服给换换 干娘 我想问您一件事 你说 你说民间有没有什么偏方 治这个不印证的 偏方啊 那什么 偏方倒是不少 就没听说哪个管用啊 我想啊 能用偏方 或者用爱好给他酒一酒 也许能去去寒吧 没用 没用 那东西没用 天平啊 还有你 你那肚子疼的毛病啊 赶紧上医院看看去 别耽误了 那揪啊 没用 我感觉挺好的最近 再这说了 那 那爱好 没了 没了 等过两天我去郊区啊 我去拔一点 我想 您哪 给我 还有倩倩呢 都酒一酒 也许偏方治大病 真能治大病 不 剑民 我 我得赶紧走 公司还有事呢 晚上干娘 那你还得给我酒啊 吓死我了 干什么呢你 我给大娘送点水果啊 那快点吧 大娘 哎 我刚才喝了点酒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啊 不是 什么事啊 就是 那果汁 我都忘了 你吃点水果吧 我不吃 再说我也咬不动啊 这么着 我换点衣服去 帮你干活去啊 大娘 我把水果放这儿了啊 又是娘送的 又是娘送的 是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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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东西是不是你放的 不是 肯定是你放的 要不然没别人呢 我闲着没事 好东西放在别人床团上 我自己不会吃吗 是啊娘 所以你以后别拿好东西 给小旭吃了 就留着自己吃了 是吧 瞧你这一辈子亏的 谁说我亏啊 我亏吗 你往里边看看 看看 看看 看看我住的什么 吃的什么 我穿的又是什么 大春 我有个肝儿子 肝儿子给我买的 我亏什么亏啊我 好了娘 我知道了 看娘高兴 我也跟着开心呢 可我知道 娘你就是嘴硬 其实心里还是牵挂我 牵挂小旭的 娘你以后不要费心 不要乱花钱了 我知道你身上 就一万块钱 你不要乱花 我也不能接你回家 不能买什么好东西 给你吃 我更不能 我 快走 别让小旭看 走 走 走啊 小旭 小旭 什么呀又给我买好吃的了 这个好吃 什么东西啊 进口的 写的我都不认识 这好吃 你在哪弄的呀 买的买的 我我在超市买的 多少钱买的 不贵不贵 不贵 超市东西多贵啊 不贵 你多少钱买的 我忘了 发票呢 因为我在小的超市买的 所以没有发票 够小票 我没要小票 多少钱买的你都忘了 我真的忘了 别骗我了 多少钱买的我都有数 别别别 小旭你 我看看 怎么没记账呢 这钱也没少啊 这都有数的啊 这些东西是什么呢 你给我买的好吃的东西 怎么都没记账呢 你吃什么东西了 绿枝 芒果 还有一个那个 我也叫不上名字 还有今天吃的这个 这东西 这不都是你买的吗 是 怎么都没记账啊 这钱也没少 这都有数的 我 我 这些东西是不是你买的 是 是啊 都是你买的 这家里钱也没少啊 那你没记账 这钱是哪来的 是 是我那天 白捡了五百块钱 什么 你捡了五百块钱 你捡了五百块钱 是不是咱们酒店客人调的 你怎么不交给总台呢 不是我 哎呀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呢 咱穷疯了 不是我 我不是捡 你刚才不是说你捡的吗 我我不是说我捡 我是白捡 我真是让你急死了 捡和白捡有什么区别 这捡是地上捡 那白捡是白捡 这该怎么说呢 开芒 就是我那天遇到 遇到一个外国人 然后他请我 帮他办一个很重的东西 我帮他办 然后他就给我五百块钱 那 你说这不是白捡吗 我告诉你大川 咱酒店里面有规定 捡东西呢必须要交工 就算咱酒店里面没有规定 咱们家再穷 咱也不能捡的东西 自己偷着留下来 知道吗 我知道 对了 那老外给你那五百块钱 你为什么没告诉我呀 你为什么不放在抽屉里呢 我本来想 你要私藏小金库是吗 不可能我没有 那五百块钱怎么回事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本来是想跟你说 可是 因为你害口 所以我想买东西给你吃 家里的钱又有数 我怕你知道我花得多你又舍不得 所以 我就把钱放在身上了 没告诉你 那现在还剩多少了 没了全花光了 五百块钱你全花光了 是啊全花光了 不信你看 你看你看 真的没了 没了没了 后面都呢 真的都没了 不信你翻 我才不翻呢 我让你翻嘛你 让我翻我都不翻 你不翻呢 你不翻我也要翻给你看 反正 不翻会遭到你怀疑的 你看 要不然我把裤子脱下来给你看 去你的 宝宝 我知道你是个老实人 你不会撒谎的 可是宝宝 你以后不许再这样了 知道吗 我再说一遍 以后啊 咱们谁有钱 都要放到那个抽屉里面 谁用谁花 谁花谁记账 知道吗 不是的 可是你 你怀孕了需要营养 你又不让我花钱 该花的咱就花 不该花的咱就不花呗 是 我知道 坏了孩子是需要营养 可是什么东西有营养啊 海参 鲍鱼 是 是有营养 可咱买不起啊 咱就不吃呗 吃鸡蛋不是一样吗 想吃水果了呢 那咱还骗得吃蹄子啊 蹄子二三十块钱一斤 那么贵 葡萄菜两块钱一斤 而且和蹄子的味儿也差不多 咱何必非要买蹄子吃呢 你是对吧 咱哪 咱得攒钱哪 等宝宝生下来以后 咱的开销可就大了 哦 还有啊 还有咱这房子 我听说马上就要拆迁了 咱这房子 现在是三十五平方米 听说洞签以后的房子 最小得五十三平方米呢 那就是多出十八平方米 多出的就算每平方米 五千块钱吧 那就是九万 再加上简单的装修 一万两万的话 那就是十一二万呢 咱俩的工资一个月 才两千多块钱 哎呀 好了好了 别再算了 算得我头疼 哎呀 所以啊 咱得省啊 一点一点的省 就算为咱这宝宝 也得省 你说呢 哎 小旭啊 宝宝 以后不要再为我乱花钱了 知道吗 我 我 哎呀 我知道你爱我 心疼我 哎呀 你看你看 眼圈又红了 又要哭了 真是的 一个大男人 怎么那么多眼泪啊你 初心 你快去看看丢丢 丢丢跑哪儿去了 不好 哎呦 现在这年轻人哪 真是 老花一句停不进去 偏方治扎病 偏方治扎病 就这偏方啊 治好了多人的病 现在打针 打钓瓶 就准管用吗 也不一定 剑平那肚子让我给救的 这不就好多了吗 哎呀 我那混蛋儿子 他那肚子也有着毛病 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想得他救我 也救不上 出去 哎 你给我出去 又进来了你 你给我出去 出去出去 这是你来的地方吗啊 出去出去 我 别打那狗别 我揍我 狗怪可怜的 我出去 我出去 别打他别打他 出去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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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你打狗干什么呀 你说这现在什么人都养狗 自己还吃不饱呢 养这么一个小丑狗 还往人家院子里跑 随便拉随便尿的 我必须把它轰出去 别轰别轰 这狗挺可怜的 就让男俩一块玩呗 大娘你不知道 这万一出点什么事 等小嫂子回来 这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的 我受得了吗 不是不是 你说俩狗一块玩 能出什么事呢 您不知道 咱奥斯卡是名犬 好几万哪 就那小丑狗 扔在路上都没人要 再说了 奥斯卡是只母的 它是公的 万一奥斯卡怀上了 生了一窝 那 那小丑狗 万一你嫂子怪了我 你说我怎么办呢 不是 我给他抱走 你 你 你 不怕啊 你把他抱哪儿去啊 他是下边那家的 我给他送回去 丢丢 丢丢 丢 丢 丢丢 娘 我正找他呢 你还有脸说啊 养得起就养 养不起送人 狗贤家贫 丢人 娘 您别再送东西给小旭吃了 我我怕他发泄 娘 我没有其他意思 你别误会我呀 请 你别这样 娘 娘 我又刺痛了娘 可我不说 你老是偷偷地送东西给小旭吃 不但你亏了嘴 我也不能在小旭面前自云其输 小旭要是追究起来 那事情不就更麻烦了吗 娘 你理解我的苦衷吗 娘 我无形中刺痛了你 可是你不知道 因为你 我又被刺痛了多少回 那是 你别再送东西给小旭吃了 我怕他发泄 你别再送东西给小旭吃了 我怕他发泄 我怕他发泄